俄罗斯有这样一个雇佣军的集团 叫瓦格纳集团 前段时间发动兵变 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讲这个事 没想到它居然半途而废 本来是一个连续剧 结果刚开头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节目没讲好 当时没讲好 但是现在终于来了一个终结篇 瓦格纳集团的实名高层 几乎从Lumber 1到Lumber 2 这个普尼哥人到他的什么特津 都死在一架飞机上 而这架飞机是离奇的坠毁 很多人说是被导弹打落的 但是也有人说是内部的炸弹炸掉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 是被别人给弄下来的 而这个瓦格纳的高层集体 死亡 这件事情也确实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这件事情的疑点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架飞机起飞之后 从莫斯科机场还起飞了 另一架属于瓦格纳集团的飞机 所以这很难不让人想的是 这是金蝉脱鞘啊 有可能借着这么一个灭尸的这么一个事 把人给拖到哪了 不知道去哪了 说不定人已经浅顿到什么非洲啊 什么地方了 毕竟普里格纳就是从非洲紧急回到这个莫斯科的 而位于圣彼得堡的瓦格纳中心大楼上 也亮起了十字的这个灯光 这是为他们的集团高层致哀 我们以前曾经坐过一次飞机去一个小地方 几乎全公司的高层都在 下了飞机以后 人家就说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假如说这架飞机出事的话 这一家公司的所有高层都团灭 这对于大型企业或者上市企业来讲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而瓦格纳为什么会这样违反常理呢 这其背后又有什么道理呢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连绵几十年 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谜团 而讲述这样的故事 可能将来会成为各路媒体的这个爱好吧